結婚前,你跟神做了一個符合 我說那我四十多歲,我還是跟神 你要我念神學,我從小是這樣子長大的 讀書對我來講太困難了 對不對 一方面,聽說讀神學要讀那種大骨頭的書 就是你睡覺可以整頭的那種舒服 第二方面,神學就很像軍校一樣 合理就是訓練,不合理就是磨練 就是要你順福的 但我这种过去的经验 没有把握我自己可以承担得住啊 我就跟谁说话 我又单身 你是不是为我预备一个妻子 我跟我的太太现在结婚第十二年 我跟她认识不到一年就结婚 我跟她谈恋爱不到半年我们就结婚 是我传福音给她的 她九月二号受起 十月一号我们就结婚 现在我们在一起第十二年 我要说什么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诚实的 不是要硬听啊 这是台话 就称啊 你跟神的关系是要诚实 你在神的面前不要吹牛 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做模范生 你不用做他标准的那个人 因为你做不到 因为上帝的标准是他自己 他是完美 上帝的标准只有他自己 这位圣洁的神才达得到 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完美标准 所以上帝是要我们很诚实的来到他面前 承认你自己的软弱 当你承认你软弱的时候 你才会存到他 因为你才会承认你需要他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的软弱 你一天到晚要求自己刚强 也决定自己刚强 你就不需要上帝 你就自走好 你就自走一路 你就不会跟神一起走 了解我说的信心是什么 信心是你要能够从上帝的眼光 看到自己的软弱 承认自己的软弱 相信神 即便在你的软弱上还不理解 他的能力 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这是信心 那你就会相信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 他是自然的上帝 他是怜悯的上帝 他是放下身段 他可以从高天那么完美的地位 蹲下来跟你讲话 他 圣洁的神 就当不怕上了 他就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他的儿子都送起来 代替他 这个是 感恩的信心 所以 让我们知道 信心不是自信 不要这样讲 因为现坊间强调自信 基督徒慢慢慢慢 也常说自信 其实 我这样说 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要讲的自信是 因着神 在我们里面 跟我们同在 有的确据 所以他对自己有把握 但是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眼光 我们的焦点 永远是对准上帝 上帝不离不弃 上帝不会离开我们 可是 我们永远要有本质上的分离 我们能不能从上帝的眼光 看到我们原来的样子 我们会被上帝改变了 可是 我们若离了他 怎么样 主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我们若离了他 就不能做什么 什么都不能做 你不要说你是一百分 你要做一百分 你连一分都走 你如果不靠他 这样知道这个信心吗 这个信心知道说 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怜悯 上帝来与我同在 我所有能行出来 是上帝做的 是上帝借着我做的 所以荣耀归于上帝 荣耀归于上帝 所以 这是一个事实 不是一个客气 不是说 我们归荣耀给神的时候 是我们很谦虚啊 我们 好像我们很厉害 我们不要讲我们很厉害 所以我们归荣耀给神 No 是我们真的不行 是上帝真的很厉害 上帝真的很怜悯 所以我们做不到 在人是不能 但是在他 还是 这个是 瓦巴拉的信心 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要珍惜 这个诚实的关系 才能显出我们的信心 我不知道大家有看到 扩沙阿彌师最近有一个见证 有看过吗 他生病以后出来 开了一个见证 他自己在那个 影片 那个光碟里面说 他说我每一次硬撑 上帝就告诉我 你在靠自己 有点难 我们当然会有困难 我们当然会有苦 我们当然靠着主 我们在很艰难的环境 看起来好像是 我们在 靠我们的意志 可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是靠我们的意志 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意志 了解我说 不是我们意志力有多强 而是上帝的话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 抓紧上帝的话 所以我们看起来 变成一个刚强的人 什么叫做 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 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 神对我说 他的恩典给我用了 所以他就喜欢 夸他的软弱 不会什么时候 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用当强 当他承认自己的软弱 相信上帝在他软弱的时候 依然不离不弃 上帝在他软弱的时候 依然可以让他有能力的时候 这时候他用当强 是这个信心 所以不是我们变成一个 怎么样子有能力的人 或者有智慧的人 因为圣经上说 智慧能力都是无限的 都是无限的 所以一方面承认我们的软弱 一方面凭着信心跟从神 这就是我们基督的生命 谦卑而有信心 谦卑不是客气 而是看清楚的事实 我们原来的样子都是软弱 信心不是自信 而是跟从神 前几天有一个新闻 大概前一阵子 也许一个月 缅甸打仗 大家有听到这个新闻吗 有42万人被迁到孟加拉 对不对 没多久 我们8月 我跟金秀传道 我们去缅甸去培训 那你知道 我以前曾经听到同工说过 说缅甸有一起对小数民族跟政府军打仗 曾经听过好几年前 但是也没有太觉得怎么样 这一次到那边去 有一位同工说 他们不是只有一个小数民族 然后迁到这个孟加拉去 那这是有一个叫什么地方呢 叫若开邦这个地方 他是缅西 可是缅北的 我去我那个班上 有几位是正式的神学生 有一些是还没有成为神学生 大概有十来个人 我们就请他去写见证 其中有一个他自从缅北 他就写 他说为什么他会来念神学院 因为他本来要回家 可是很巧他被事情耽误了 这一耽误他村子里面就打仗了 一打仗他就回不去了 所以他相信如果他当时不是被事情耽误的话 他不是被打死而就被抓到当地 所以他感谢神 但我要说的是说 这一趟去缅甸 我也不知道说 缅甸这么危险 上帝要我去我就去了 我从来没有教过神学院 那小牧者的教法跟上成族学的文化不太一样 去的之前我是很坦克的 可是就是去 可是上帝就很奇妙的 让我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就大大的喜乐 这一次的缅甸培训 我有满足的喜乐 那我不知道丁余姐妹 有没有听说过 我是曾经得过密闭空间恐慌的 我在加拿大坐飞机 那个是小飞机 在到那个BANF国家公园的时候 所有人等我 因为我就跟那个空服家讲说 No air 没有空气 觉得快要不能呼吸了 焦虑 恐慌 我就冲到外面的 那个飞机上 因为小飞机 跟各位朋友讲 就大家等我 那这一次我们要去缅甸要转机 到曼谷就转 转到缅甸 当然不是我那时候坐那么小的飞机 这一次也是比我那个大飞机再小的飞机 哇 在等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发现不行 你知道 那个焦虑感上来 如果 持续 就会恐慌 当你恐慌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 你走来走去 你没有办法做 坐地难难 然后 你会发现 你没有办法停留在这个空间 因为没有空气 就会想出去 所以出去的结果 再不然就是要 静修传道帮我上课 就他们自己去了 再不然就要全飞机等我 你看多困难 可是见天牧师 摄影堂的见天牧师 我考虑跟他走 为我祷告 祷告完了 因为教育感就不及了 我要说的是 我们是软和的 但是 拼借神的呼召 要我去缅甸 我就去了 不知道缅甸这么危险 我知道有可能 我会 这个 恐慌这里 有可能吧 可是 因为上课的呼召 就去了 优姐妹 上帝为什么 要我们不平眼见 因为平着眼见 就会对上帝 失去信心 如果先让你眼睛看见 头脑清楚明白 很多地方 你不敢跟着去 很多未知 你不敢跟神走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非常有可能 失去了上帝 先告诉你 你不敢去 我不是说上帝 从来都是让我们走 非常艰难的路 不是这个意思 有高山有低谷 可是把所有的 你看不见的 你不明白的 都先告诉你 让你看见 你都不明白了 你一定会不敢去 因为你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相信自己的 美物 第九节到第十节说明 他应的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意地 意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 以撒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 所建造 应许之地 就是迦南地 创世纪十五章七节记载 神在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之后 跟他说 我是耶和华 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尔 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 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他为什么不讲说 我是领你出哈兰 上帝 这一次 亚伯拉罕是从哈兰来的 第二次是五章 他前面到哈兰底下来 这次他七十五岁 出哈兰 到了迦南地 到了迦南地 十五章七节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我是 耶和华 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尔 曾经 是不是让我们想一下 上帝在告诉他什么 说 我就是那个 人